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炒芹菜豆干 首先我们把肉丝调味 少许盐 一丁点糖 料酒 最后干淀粉 接下来我们摘芹菜 芹菜的头一个一个先剪掉 叶子摘掉 嫩的叶子可以留一些 摘好后呢 我们先给它清洗 洗净后 我们把它切成一小段 一小段 然后我们煮一锅水烫芹菜 叶子不要烫 大概只需一两分钟这样子 看火候的大小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立刻冲凉 这样可以保持 然后我们准备两块豆干 给它切成薄片 先一破二 然后竖起来 中间再一破二 再把它打回原来的样子 切成薄片 这个菜 这个菜里面豆干需要有 否则干糊糊的 不好吃 油温温的肉丝先下 煎炒到肉丝八百 煎炒到肉丝八百 我们先把肉丝起锅 剩下的油 我们再煎豆干 如果你觉得油不够 还可以再加一点 煎豆干时火不要太大 容易粘锅 然后我们放少量的水 给它煮软一点 豆干煮透了 我们就可以下芹菜了 翻匀 翻匀后我们先调味 糖 盐 再翻匀 掌控不了咸蛋 先尝味道 最后肉丝回锅 翻炒到热腾腾的 就可以装盘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